千叶罗德防护员大九宝颜姐 记者称之取舍 特派记者尼婉军十元岛报道 在罗德队阵中有位非常了解台湾球员身体的防护员 她就是大九宝颜姐 早在2012年担任新农牛防护员 大九宝隔年又加入经典赛台湾队之后赴美担任陈伟英防护员三年 认为英仔是非常有自己想法的球员 长相斯文的大九宝和台湾的渊源至少要追逐到六年前 她受新农牛的邀请加入防护团队 当时就具备具备体能训练师 针灸按摩师及运动伤害防护相关国际机证照 如今大九宝加入罗德防护队团 这次有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畅谈她的台湾经验 在六年前来台后 大九宝隔年就加入经典赛防护团队 她说当时很多台湾球员都是第一次见面 但她的专业就是了解球员身体 当时就觉得台湾球员的身体素质很不错 爆发力和力量都很好 大九宝言解 记者称志取舍 到了2015年大九宝又得到赴美担任英仔防护园的精英 那时是英仔在精英的最后一年 大九宝从前被口中得知英仔在找防护园 然后就去面试 也进行实际治疗 结果陈伟英觉得技术很不错 就请他担任防护园 让他从精英跟到马铃鱼 大九宝认为陈伟英很有自己的想法 治疗的时候 他会主动表示要如何治疗 两人也互相沟通 做出很好的治疗状况 不过大九宝后来决定回到日本发展 他说在大学的时候 目标就是在日职球队当防护园 刚好现在有机会 就决定回来日本 如今罗德又有两位台湾球员 陈冠宇和李杜萱 大九宝和台湾的关系继续延续下去